每次新年的时候自己真的会吃很多很多底的萝卜糕 因为我们叫一底一底嘛这样子 我吃过最夸张的我吃了二三十底的萝卜糕 我真的疯了 每天早上吃然后晚上又吃那样子 然后吃粒的之后呢 我自己就开始煮新年的菜 我最夸张了 我有一次真的煮了一个差不多二十人吃的份量的盘菜 煮了我几天 因为你要处理那些材料 你要处理几天 还有你要再摆那个盘 要摆了一整天 所以我做了一次之后我就不想再做了 因为太长时间 我就觉得直接吃块是买回来会比较好 我觉得我妈真的对我太好了 她生我出来我就可以狂吃 我吃了之后两三天我就不见了 那些肉都会 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每次新年我都很放重地吃 吃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传统的一些食物也吃很多 我马路也没有冲来拿过 我没有试过 不是那个 你蛮不幸运的时候才用的吗 不是啊 就是一些新年的 对吗 有吗 我不知道 我没有试过 但是我有听说我们昨天星梦的歌手们拍了一个节目 他们都说了很多很好笑的 有些说什么几天不洗澡 什么从年二八开始就不洗澡 有些就说一定要换新的内衣裤 红色 或者是什么什么 但是这些我好像没有试过 所以这一年听完之后 我觉得我不会是不洗澡 但是我会换新的红色的整内衣裤穿一下吧 好像不错的 没有很可怕 没有真的 有些认识 还看什么 有些认识 都必须有点 的 有些人 有些了 有些人 老婆